花莲县体育会围棋委员会举办的110年花莲县县县长杯全国围棋锦标赛25号举行开幕典礼 吸引了上百位的顶尖好手参赛 县长徐中卫特别到场为这场以棋会友的知性赛程来齐开序幕 也欣赏选手们精彩对异 见证了全国各界参赛者齐聚一堂切磋其余 花莲县体育会围棋委员会举办110年度 花莲县县县县长杯全国围棋锦标赛25号举行开幕典礼 吸引三百位顶尖好手参赛 县长徐中卫到场为这场以棋会友的知性赛程揭开序幕 县长徐中卫欢迎来自全国的围棋好手 在暑假期间来到花莲比赛 除了以棋会友展现平日心情练习的成果 围棋运动可以锻炼思考以及推业能力 是一项非常值得推广的休闲一日活动 所以我们要谢谢来自其他县市外县市的我们棋友 能够透过我们的以棋会友 尤其是孩子的这个教育 其实在棋艺里面是很重要 让孩子学会沉着审慎 而且对于未来的前瞻性不足 其实这都全面的全面观之 我想未来的推动无论是吴理师长或花莲县政府教育 是我们全面来推动 在这里感谢大家今天来参与 还有祝福我们所有的选手 这个审慎下级 然后呢这个以礼代之 依让而应而生下而应 其真也君子 在这里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在围棋界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 花莲县围棋委员会主动委员吴静俊老师表示 维棋活动主要是在提倡正当修行国粹文化 提升学生维棋的经济水准 增进全民智能学习的能力 今年来维棋已经微微风扇 选手实力逐年增强 另外在平日教学当中也深刻发现 孩子们在学习之后的改变 都有长组的进步 相当鼓励学童们学习维棋 记得喜欢我们的观众 很少的 大家都能看回来 全部都带不来 我看 我们在聂大